二十一世纪是另外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了 我们要让华范每一个同学就像个素描一样 长出你原来的DNA的内容 把你自己的DNA找出来 然后把它呈现出来 今天在华范这个大自然的这个环境里面 然后我们一起去自然界里面去寻找材料的时候 我有发现了好多材料我甚至从来都没见过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直以来我们这个行业一直深深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每一次的不同地方都会发现不同的经历 这种课很新奇我从来没上过 反正就很好玩啦 老师教我们的它是一种美 就是每个人的地的美是不一样的 华范作为一个过途 让各位能够好好的去成长 那这个是我们华范要坚持的一个理想跟理念 我想要问大家 你有一双看见美丽的眼睛吗 我只是想要现在在这堂课上面跟大家分享 你真的是能看见美的人 还是你其实是跟着流行性走的人 所以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不管我现在有任何的头衔 我都认为我还是在传递情感 能够打动你跟你自己觉得最让你坚持能够在这个行业上面 继续走下去的一个原因 绝对不是模仿别人 因为你模仿别人 你永远是第二 第三 第四 甚至会被所有的人超越 当你传递情感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比较的 我以为我读建筑系会做的很 跟建筑物有关的其实好像还没有到这么有关系 我觉得比较很新奇的就是对于课堂的安排 就是我觉得这个课程很引导式 就是慢慢让我们就是接触空间 然后再接触到建筑这样 然后我选这个花是因为它白色的 它很特别 所以我在树上的时候感觉应该会是一个亮点这样 那真正在玩的过程跟学习的过程 应该是情绪应该是会有兴奋点 比方说你看现在后面闹哄哄的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学生应该要有的状态 就当你要完成一个作品 你自然而然会有生命力的生出来 我想说是审静的 浑西潮老师 然后我们放很多都从来 Liquneple 看 in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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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